繼續跑1200米短途 只有三隻馬贏過 1號騰飛塔是後補出來的 但都找到那個梁家俊幫他騎 一定一早後補位 但梁家俊就沒有怎樣摸 這隻馬的人馬合拍是零分 零零零 零次合作零次上名 贏過的馬是騰飛塔錄頂記和錢多多 即是1號、6號、10號 入過Q的就是2號 7號 2號、7號 7號就是跑一次一次入Q 7號是第二次出賽 上次這隻同聲同氣是多少倍 大熱門跑第二 是否就是調戲不順再來過 下飛了 上一場就加你 下飛跑第一 Janny喜歡1號、7號、10號、2號 1號贏過的 但好像叫做匆匆 匆匆地找個騎師騎上去 要是就很好 上將成績比較好的就是 5號、7號 都是跑第二、第三 然後就數到1號跑第四 同聲同氣 上次跑第二 下飛了 是嗎? 對 就是想壞了一點 就是說 暴露了 不如收起來 但不是 我就說上次跑得好 下飛了 下飛,不信再過 就是 完全不同想法 我選 7號、2號 巴道是这样的,其实是很好的 上次巴道,其实这只马跑第十二 但是前一次他跑第三 是不是计谋来的呢? 其实他六次赛职,撕了上一次,全部从前四回来 好像上一场那只稀威心 是稳健的,除了上一场 成功财富班得丽的五号 就是上次跑第三 但是这只马最好跑第三 我买同声同气和美丽笑声 七号二号 就见到这七号了,绿色三 这只马就是上次落飞二点多,出来跑第二 准备好一点就跑好一点 绿色V,黄色底就是成功财富 这只马上次跑第三 班得丽 我常常调乱了班得丽和霍弘星 我常常调乱了 这两个骑士的取胜率和飘忽的骑法 两个都差不多 十一号 十一号 小霸王的周俊乐 周俊乐 周俊乐的骑士都是偏下风 十一号 十一号 这只马就跑过两次,未上过名 上次第八 小霸王 上次第八 前次第七 十一号 很冷 三十几倍 周俊乐 只拍着他 淺色三 有个黑色V 在胸口里 陆底 有深的就是叫做 云行俊喜 云行俊喜 上次跑第五 不远的 今次换了中逸礼 一号 藤飞塔 三个王佳 专在背部 红底 这只马就是后保马 找到梁家俊配搭 五号 成功财富 班达麗 上次第三 这叫飞腾追 飞腾追去年的战绩挺好 飞腾追 有个Win 但最近三次第六 不远的了 不远的了 近的了 蔡明少奇 紫色交叉皇帝 就是这个少 叫做英雄豪杰 潘明辉 上次第五 前次第三 是近 7号 上次落飞 输了 24分的6 赢 14分的位置 很多人都关注 7号 是否这条气不信 再来过呢 起码他再拼一次 起码他都可以前列回来 估计他 妙家暉 妙家暉 二十多倍 现在就 五十多倍 妙家暉 是第二次出赛 上次跑第七 第三次上次的 雲行进起 很多马 是 出过不多次数 小霸王 11号 出过两次 12号 善才道拉 出了两次 雲行进起 9号 出过三次 7号 8号 出过一次 经验最好 就是2号 美丽少星 六次赛职中 5次是在前四回来的 开始准备入门了 进门 最后入门 妙家暉 二十三元 7号 全部马匹准备 妥当三场赛事 四半千二 七大烟 随时这部 妙家暉未得 先退出 先退出 她的颈部 比较薄的 颈部 其他马还在门里面 等着 妙家暉 先来跑道 她有点紧张 王奇鞋 随时起步 王奇已经举起了 好 一开门的时候 前面快的马 看到外面位置 运行进起场 再看到来栏 美丽少星 中间是小八王 红衣第四位 外面飞腾追 外面走着四踏 第五位 还有英雄豪杰 第六位 蓝眼罩 成功财富 后面五只 紫色衫 绿顶技 绿色衫 尾四 慢慢在外面上一些 是同声同气 后面三匹马 藤飞塔 善财道辣 包在最后的马 是前多多 转弯入直路的时候 前面是运行进起 在内面 外面是英雄豪杰 第三位 美丽少星 再看到第四 是小霸王 蓝眼罩 第五很大赤 推着小霸王 成功财富 外面追 绿色衫 是同声同气 爆内都有 最后三百多米 美丽少星 在中档 先出来 外面追 有同声同气 再看到马林中间 成功财富 前多多 外面 藤飞塔也在上来 最后八多米 美丽少星还是接 同声同气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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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结果美丽少星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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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跑短途,档位亦都不错 Baddle的4倍,Window出来了 其实很容易买的,2号仔 揸胆,其实应该揸这一只 是上一次跑得差,其他5次全都在前四回来 四个位置,一个第四 那只马退出了,那只是冷门马,不用管 稍后看看吧,我叫人 美丽小星在内档出集,很聪明 2号仔 这只粉红色,一出集 很聪明,这些何宅耀在这里 收回慢 我给了一堆马在他前面 那这只叫云行进起 中逆离,每次都放头的,都挺好的 那这只Window的Baddle,现在侯着第三位 前面那只马没有位置派彩的 这只12号仔,就是冷门马来的 善才道拉 4号是叫 4号叫英雄豪杰 前次跑第三 那你现在上来了 我就是要在这里 Baddle在这里,差4个马位 我看你怎么追 是吧 守住2,3位 转弯拉去外面 冲一段,这些个个 连马尸都会说 如果很多马都是这样做 那就麻烦了 那2号仔就赢了 赢了一个多马位 我觉得何宅耀这场马虚了 上次上一场跑得这么好 有前速 Baddle 星期三又有得赢 今天又有得赢 上次赢了美丽 粉红色奏 我喜欢讲人 很多东西是事在人为 你在哪里发力 追得多近 然后后竞怎么上 我全是一个人拿捏 Baddle 2本Q 很多人中 都蛮好 有点钱收下 4倍 掉下来买就好